中共在海上扩张行动越来越嚣张 引发了菲律宾社会强烈的反中情绪 4月9日首都马尼拉爆发抗议示威 谴责中共在南海的侵略行为 并将中共挡回习近平的肖像丢在地上蒙彩 据路透社报道 抗议者向中共驻马尼拉领事馆游行 高喊中国快滚中国离开等口号 谴责中共明目张胆的侵略非国主权 中共与菲律宾近来在南海争议海域 发生一连串冲突 最新的一起是上月底 中共海警船和海上民兵 在南沙群岛附近围堵非国海巡艇 并朝菲律宾补给船发射强力水号 是为行动领袖巴拉丁诺表示 他们要向中共政府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 就是立刻撤出菲律宾海 遵从海牙仲裁法院 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裁决 停止骚扰菲律宾移民和政府的估计船 现场画面显示 是为人群手持习近平彩绘头像游行抗议 过程中将习近平像丢在地上 一群人在上头蒙采泄愤 最后更直接将画像撕毁 完了完了 这孩子没了 14楼崩了 爆爆炸了看 那楼下来变了一个 还可不是这样的 把链一样给炸人了 把爆炸 这4楼窗户啊 墙啥的都炸没了 有人说上了贴电中的那周全微送走 是没气管爆炸了吧 炸了炸了 把他睡觉给我炸醒了 我靠谁家炸了 哎呀这炸成这样这车都给炸烂了 车谁赔呀 哎呀我的神呢这车谁赔呀 哎呀妈都炸成这个样子了 6点多钟的时候我都听着了 我还以为谁家放炮扔到我窗户上呢 我的窗框的都震动了 然后我就听到有人哭 后来我就以为是有人出伤的 然后我也没在意 我早上出伤 哎呀妈炸这么狠呢 带我们一起来因为太冷了 真吓人啊 这爆炸炸的 这家谁管呀 4月10日 沈阳苏家屯一居民楼 发生液化器爆炸事故 多人死伤 目击者说 有人从14楼炸下来了 真的很恐怖 网传视频显示 当天早晨6时15分左右 沈阳苏家屯一小区居民家中 一次液化器官爆炸 有人员伤亡 完了 完了 没了 14楼崩出来的 一名目击者拍摄视频说 有人从楼上炸下来了 真的很恐怖 另一名目击者 站在临近的高楼上 拍摄视频说 爆炸了 看着楼下 车都扁了一个 居住在小区附近的一名女子说 爆炸发生时 在屋里睡觉呢 听见像打雷一样 挺吓人的 14楼窗户 墙都炸没了 有人受伤 挺严重的 救护车给送走了 就是煤气罐爆炸吧 视频画面显示 发生爆炸事故的楼房 燃起大火 冒出滚滚黑烟 许多民众在楼下观望 越来越大了 人员已经树上了 人员树上了 外面全都 常见电子 爆炸了 很大很大 人很多 常见电子 五千多人 许多什么人 这话说的这么多人 你说的好多 一天也活的话 一天都拍子好了呀 有点好 然后就好 然后就好 还会有 那刚才说的时候 我说啊 找火了 我都不知道 找火了 然后我就不管你那人了 我觉得 咱俩电动车在哪儿啊 四月九日凌晨三点四十分左右 闽航区蜀建路18五弄 祥生瑞河院小区发生火灾 事发区域是一处电动自行车室外集中充电区域 有约十辆飞机动车被烧毁或烧损 旁边一辆SUV被完全烧毁 另一辆轿车烧损 索性该起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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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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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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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格里拉等秉茶茶通路 然后刚刚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地震 整个房子跟窗户都是晃的 4月9日 陕西西安 西北大学发生火灾 网友表示火灾发生时没有人通知 学生们一个个敲宿舍门互相通知自救 窗户装有限位器且缺乏消防设施 事发后 学校通知关于火灾的情况 一律不要发在社交媒体上 给他吃到爆水 这是我们学校吗 我靠 这好像是我学校着了 快去吧 要是你们学校打10 赶快看一下 这么多人还没有打10 来了来了 这是急救了 肯定有人受伤了 不能不能 这个时间段没有 4月10日 香港佐敦到华丰大厦发生火灾 截至中午 消防处数次显示 大火造成至少5死35伤 现场有消息指 起火位置位于大厦一楼健身中心旁边一宾馆 在健身中心健身的市民表示 听到多次一次爆炸声 当时 有住户在窗边挥毛巾 有住户走上天台等候救援 情况危急 香港媒体报道 当中6男7女被送到伊丽莎博医院 其间10名伤者昏迷 最终4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而一男二女伤者被送往广华医院 其中一名女伤者经抢救后不治 另外 有其他伤者陆续被送院 据无线新闻报道 李先生说 刚才我在睡觉 有人大声拍门 然后烟泉进来 尝试出去 但走廊很多烟 吸入了些烟 死里逃生 资料显示 华丰大厦于1964年4月建成 共有230个单位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力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力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力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力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力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力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DG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